Twitter 星期日宣布 各平台將不會再允許用戶推廣或連接 到至少7個主要社交媒體網站 另一項新政策出台指示 很多用戶開始發佈自己在其他社交媒體平台的帳號連接 這個標誌著馬斯克領導下的Twitter發生的最大重大變化 亦是所有社交媒體平台在限制用戶發貼文方面影響最廣泛的政策 其他社交媒體公司對於用戶發佈自己在其他平台帳戶的連接幾乎沒有規定 Twitter 在他的官方帳號上發貼文說 我們認識到我們很多的用戶在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很活躍 但我們將不會再允許在Twitter上對某些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免費推廣 各位帖文繼續寫說 具體來說 我們將會刪除專門為推廣其他社交平台而創建的帳戶 以及包含以下平台連接或者用戶名的內容 Facebook、Instagram、Instagram、Instagram、TrueSocial、Tribble和MyPost 在新的政策下 分享在Instagram上關注我Ad用戶或者用戶名Ad的內容都會被視為違反規定 該政策還將會禁止包括LinkTree和MyLinkBio在內的第三方連接 該公司表示 它還將會尋求刪除那些司徒通過聘寫點在被禁止的平台上 分享它的據病截圖等方式來避免規則的用戶 Twitter表示 初犯者可能會被要求刪除推文或者鎖定帳戶 任何後續違規行為將會導致永久封號 在個人簡介或者帳戶名連接或者和其他社交媒體帳戶的用戶 它的帳戶都會被暫時凍結並被要求刪除這些內容才能恢復帳號 各公司表示 新規定仍然允許用戶由其他網站交叉發布文章 以及從來不受禁令限制的社交媒體網站發布連接或者用戶名 Twitter補充說 認為自己的帳戶被錯誤地暫停或者鎖定的用戶何以申訴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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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